发现女人的背上竟然长了一个二维码 扫一下 让她发现了重大秘密 正在酒店睡觉的小张 被一阵门铃声吵醒 起床一看 门外有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 正涂着口红 她还以为是啥特殊服务呢 便又躺回去了 可女人还是不停地按门铃 小张只好开门 告诉她 大姐我不需要服务 可女人却叫她老公 还直接就提着行李箱进了房间 小张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 难道自己老婆还会认不出来吗 但仔细看好像是有些相向 她的老婆是个温柔贤惠的女人 今天是她们的结婚纪念日 小张因为工作要出差 但老婆一点也不怪她 如此贤妻 我岂能负她 可面对女人主动的头怀送抱 小张的身体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 啊呸 渣男 第二天一早醒来的小张 还在床上沉思 但这时 她却发现女人身上有个奇怪的东西 女人的背后竟然长了个二维码 难不成是收款码 现在的特殊服务都这么先进了吗 而就在这时 老婆却打来电话 心虚的小张赶紧解释 但老婆却说 那个女人是她请来的 难道老婆的包容性这么强吗 不过老婆也不废话 说那个女人 其实是她的复制人 让小张扫下码就知道了 而神奇的是 那个二维码竟然还会发绿光 她的手机扫出一段文字 上面说 这是老婆为她定制的服务 而且这个克隆人生物体征 跟她完全一样 小张可以在这出差的一个月里 跟克隆妻子度过美好时光 也就是说 可以为所欲为 接下来的日子里 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 复制人老婆性格更加开朗大方 让小张感觉 回到了度蜜月的时候 转眼一个月时间就过去了 小张在这天晚上收到一条短信 到了明天九点 她的复制老婆就要被回收了 不过 如果她更喜欢克隆老婆 对方可以帮她回收原体 让复制人去代替原体 还有这种操作 望着眼前看似完美的克隆老婆 小张做出了决定 老婆温柔贤惠 克隆老婆活泼开朗 而且还玩得更开 该怎么选 小张最终还是选择了真老婆 到了第二天一早 克隆老婆就被几个黑衣人带走了 但她也没得选择 总不可能全都要 可等小张回家后 却发现老婆不在家 并留了个纸条 让她按时吃药 可吃完药后 她竟发现桌上有一堆明信片 其中一个居然还是自己的署名 可自己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些地 也就在这时 她的意识突然变得模糊起来 接着就晕倒在地 两个黑衣人走了进来 把她抓进了一辆车里 车内的她意识模糊 长得完全一样的男人在一起 原来老婆也给自己选择了 克隆老公服务 而且她最后选择了克隆本人 将自己这个本体抛弃了 这个故事出自国产剧奇幻世界的 第三集贤期漫游计划 这是一部都市奇幻单元剧 结尾基本都在一个大反转 风格有点像日剧世界奇妙物语 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创意 如果让你和克隆老婆待一个月 同样的面孔 最后你会怎么选呢